為了滿足不同客人的需要 時下很多產品都可以被選擇 例如買手錶 買電話 同一個Model都有大小之分 買音響 同一台後級亦有不同的輸出 至於車 假如你對之前的Stinger 300多匹那部 有興趣 但覺得車價太貴 馬力又好像太大 排費又貴一點的話 今天我們測試的2.0 GT Line 幫到你了 首先很開心的是2.0的版本 在外形上幾乎跟大辣版沒甚麼分別 依然不具有歐洲仿跑車的設計元素 全車有很多跑車化的點絕設計 也是很帥氣的 不同的地方就是Lun 設計不同 Lun 裏面的卡鉗亦不是Brambo 製造 但你看看 尾部一樣有Defusor 同樣是死出尾後 還可以的 坐進車廂後 第二個驚喜 因為亦是分別不大 據知分別是甚麼 就是我現在坐的燈不是用高級的LAPA洋仔皮 沒有了15 星度的Harmon Carlton 音響 但保留甚麼設備呢 厲害了 聽住了 發熱的軚盤 電子軚盤調校 Head-up display 無線充電 雙區恆溫冷氣 觸控螢幕 後泊車鏡頭 冷暖椅 大天幕 坐椅子是全電動氣壓 左右也有調校 後座也有發熱 可能會漏了很多東西 但說出來也嚇死人了 已經很誇張了 我們今天試駕車的馬力調低了 2公升直噴Turbo 馬力255分 但扭力也有36Kgm 用8前速波箱 廠方說是0至100 六秒鐘完成 更正的是一樣保留很正的FR後驅報告 上次試駕駛大馬力板時 我對這輛車的操控已經留下深刻印象 細馬力板一樣有驚喜 駕駛的車架質素很高 給你很硬朗的感覺 沒有了電子避震 亦不是太大影響 因為它的調校也頗駕駛的 硬朗的 最棒的是轉彎時 這輛車一樣給你很好的FR操控感覺 頭部轉入得很快 而且可能因為沒有了引擎 車頭負重減輕了 反而我覺得入彎的反應 好像比3.3%更快 至於255匹的輸出 我會形容是很足夠的 2公升馬力比很高 只不過Stinger的車體 這輛車體有相當的尺寸 也有點重 令到加速反應 不至於Hot Hatch那麼刺激 但以一輛房車來說 我覺得很好 你踏下去它能給你 扯高一點轉數 又不會扯高一點 不肯上車 而且它的波箱反應很快 最棒的是現在跑這些山路時 這輛車會給你很大的溝通感 指向性很好 靈活性很高 我十分喜歡它的馬力和車架 匹配得剛剛好 力量不會大到超過車架的限制 你駕駛上來 更容易摸得盡底線 更容易摸得盡引擎和車架的底線 我覺得在香港使用的樂趣更高 當然追求每次都要極速 每次都要0至150秒 不用加速 這輛車是無法給你 但總括來說 它依然是一輛樂趣很高的房車 後座的空間其實是不錯的 有暖椅 又有USB 又有冷氣出風口 豪華的 唯一是腳踩不到前座底 不過中間因為它是後輪車 有條軸在 坐中間真的不好受 寧願反出來做杯架 這輛車最後談及售價 三十多萬 聽起來好像有點心理關口要過 但從馬力 從操控 從外形 從設備來講 同級 跟大馬力一樣 沒有對手 賣大包的設備 你覺得買一輛韓國車 買一輛喜亞 好像接受不到的話 不要緊 大家上這個很厲害的拍賣網 便會很容易買到 韓版Stinger的全車徽章 所有Gear的標誌 全部都見到 變成了你的車 漂亮很多